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约三个世纪的传奇女性 宋美龄1897年3月5日到2003年10月24日 海南文昌人 中国近现代杰出的政治家 外交家 中国国民党和中华年国的卓越领导人 1949年美国艺术家协会颁布宋美龄 当选为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 并且名列王首 放下政党问题 她确实是一个魅力非凡的女人 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 连续数十年被美国刊物 选为十大最著名的女性 会说六国语言 以一种高贵 大方 美丽 优雅 聪慧的东方女性形象 活跃在当时世界人民的眼中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 宋氏家族应该说是高A家族 其父宋家树1918年死于魏A 享年52岁 其母尼 贵真1931年死于来政 享年62岁 大姐宋爱玲1973年死于癌症 享年88岁 哥哥宋子文1971年因食物卡入气管 导致心脏骤停而猝死 享年77岁 两位弟弟宋子安 宋子良 分别死于脑溢血和癌症 二姐宋庆玲也因癌血病去世 而她40岁患癌 却活到了106岁 于2003年去世 这个传奇的人物 连癌症都没能达到 她的事迹成为了众人口中的奇谈 一般女人年过40 已到了更年期 生活平淡 工作稳定 孩子大多也离开了自己 有了更多私人空间 但很少有人借此机会发展自己的爱好 做自己喜欢的事 大多的无所事是自怨自已 因此 很多人精神状态低迷 皮肤开始粗糙变黑 腰围增加 小腹突出 身材走样 而宋美玲60多岁时 仍然身材适中 衣态优雅 她依然肌肤白举 柔软润子 青春万发 光彩照人 尤其她那鲜鲜食指 仍然凝脂滑润 据她的身边人回忆 60岁以后的宋美玲 并没有勾背搂腰 没有一般女性那部老太龙中的模样 她看起来只有40多岁 她没有变成人们口中的黄脸婆 反而以一种时代沧桑之美 成功俘获了大票人的心 让众人心生惊叹与羡慕 宋美玲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宋美玲为何能长寿 她究竟都做了什么 我们往下看 一 和美的婚姻 出身宋氏家族的宋美玲 身世显赫 生活幽默 据说 宋美玲除了拥有杰出的英语功底外 还会说六国语言 在国画方面的造诣也是相当可观 并且还写了一首好字 宋美玲的钢琴也是演奏得相当不错的 所以宋美玲是一个琴 琪 术 画样样精通的人 是蒋介石的外交助手 在赴美留学的十年间 掌握了广博的知识 演讲 交际等能力也得到巨大提升 1927年 30岁的宋美玲坚定的把自己的双手交给了蒋介石 一方面是为了过美国式的上流社会生活 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做了一个现代女性 在社会中发挥能量 宋美玲挚爱旗袍 并致力于将旗袍文化发扬光大 她一生都对穿衣打扮毫不马虎 生活里的讲究更是细致入微 作为民国第一夫人 她高贵 智慧 美丽 大方 丈夫也欣赏她 夫妻二人坚守共同的政治使命 追求共同的革命事业 与蒋介石半个世纪的相如以沫 同生共死 风风雨雨共进退 活得透彻而又果敢 弥留之际蒋介石只认可她为此生唯一的妻子 在46年的婚姻中 她倾盈全力做她的绿叶 她的八面玲珑和善于交友 成为民国政府最好的柔和际语统战部长 而善于调解 舒缓情绪 心中不留气与人闲聊 消除焦虑 宋美玲遇到不快的事 找三两熟人谈天 借机将胸中玉姬之气吐光 其中宋美一无话不说等一有孔 另一孔二小姐便常为坐上宾 宋美玲生前的侍卫中爱民也曾谈到老夫人长寿的秘诀 就是不留气 其实不仅是老年人 青年人尤其是女性 要紧急遇到赌心的事 一定要寻找合适的途径发泄出来 现代研究发现 长期心情抑郁 会导致体质酸化 人体机能下降 气血不畅 内分泌失调 由此引发乳腺疾病 如治疗不当便有诱发乳来的可能 三 饮食清淡讲究 独爱水果送美玲的饮食多以清淡为主 早餐是一杯牛奶 两片吐司 一点黄油 外加一碟盐水浸过的芹菜之类的蔬菜 午餐为一盘生菜沙拉 半碗米饭 也有少量的汤 晚餐仍为半碗米饭 陪同蒋介石进餐 两婚两素 一讲的习惯 餐桌上多是宁波风味的菜肴 如梅干菜闷肉 黄鱼汤等 不过 宋美玲只是少许有骨头的肉而已 如鸡爪子和鸡翼等 这种独特的习惯 源于宋美玲的上海文化背景 宋美玲的日记中 不时会出现对膳食的研究心得和评论 予以学孔子有三不识 水生兴物不识 苦于皮肤敏症 酱油老醋不识 盖中国酱油大多不为生意 怪异动物不识 日前东北行猿进凤酣鼻一对 暂其相落富含美他命 与碗盐俱至 以上记载 也印证了宋美玲所操持的精致 清淡的饮食管 宋美玲天天要吃水果 他最喜欢吃新鲜的荔枝和菠萝 猕猴桃也是宋美玲身边必备的鲜果 他之所以喜爱猕猴桃 是因为这种亚热带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官邸里的医生曾告诉他 多吃猕猴桃的好处 就在于他的果汁可以美容 并让夫人的皮肤 永远保持白皙无皱的现状 袁老师在美国 因牙齿不好 便关照护理他的人 为他打制水果汁或蔬菜汁 宋美玲又喜欢用加了薄荷的菠菜汁和青番茄汁 她对柠檬也情有独钟 在西贡政权驻台大使的宴席上了解柠檬养颜 一起排毒等养生功效后便日日离不开柠檬 八十岁高龄时 她曾去萨拉门托的柠檬园 兴致勃勃的采摘柠檬 回遇所时亲自带领厨艺们和护士们制作大罐大罐的柠檬糖香 独自享受不了 还拿来馈赠给亲朋好友 宋美玲平日特别喜欢吃水果生菜 而且什么水果都吃 对油腻的食品完全忌口 过去喜欢吃的甜食到后来也尽量少吃 宋美玲基本上以节食措施来防止发胖 且几十年如一日 所以才能保持苗特的身材 四 节制饮食 少十多餐宋美玲很注重饮食质量 少十多餐 虽然她比较喜欢吃一些较硬的食物 但总体上不会影响消化 每餐两荤两素 每天必须进五次餐 每一次进餐也只吃五分饱 即使再喜欢吃了食物 也绝不贪食 她几乎每天都会用磅秤称体重 只要发觉体重稍微重了些 会立刻改吃青菜沙拉 不吃任何荤的食物 在皇帝内经素问中曾提到 饮食有节是长寿的药爵之一 而饮食不节则导致造衰 节制饮食不仅能减轻肠胃负担 而且由于机体处于半饥饿状态 植物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受到了一种良性刺激 这种良性刺激可以调动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 促进内环境的均衡稳定 增强免疫力 使神经系统的兴奋与意志趋向平衡 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体的抗病能力 经常保持会使人衰老 损伤人的健康 五、虔诚的信仰宋美玲 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 这也是他的抗衰老保养处方之一 信仰是一剂良药 一个人的健康包括生理、心理方面 而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 身体的状况会影响心理情绪 情绪也会影响身体健康 信仰所带来的平安、喜乐、爱心、自尊等 都会影响到内分泌系统 积极、平和的心态 对健康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最终影响身体的抗病能力和恢复速度 六、坚持按摩保健宋美玲 始终保持冰激育肤 肌肤如大理石般光泽洁净 原因之一就是 他坚持天天按摩 他最早接触按摩知识 是因为他的母亲晚年经常患病 有位牧师建议宋美玲用按摩 来减轻母亲的痛苦 这位牧师告诉他说 背部有许多可以有助于 人体健康与养生的血位 如果在生病时刺激一下这些血位 肯定对疾病的痊愈大有益处 也就是从那时起 宋美玲开始学习 并懂得了一些按摩的知识 并开始自己给自己按摩匈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当宋美玲自己感到疲惫的时候 便会请护士代佬按摩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她到了台湾 开始配备专制按摩师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美玲 1975年赴美国治病时仍然没有中断 晚年时期 对于护士负责的按摩要求更为严格 每天午睡前或晚上临睡前 两名护士轮流为她按摩 一般是从眼睛脸部到胸部 腹部再到下肢 脚背 脚性 这样的全身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七 长怀悲 免之心她长怀悲 免之心 其实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她也用爱和善意看待这个世界 亲自为战场上的士兵缝补衣服 为了革命事业东奔西走 她一生都在践行自己和丈夫的共同理想 1996年3月11日 纽约长岛 刚过99岁生日的宋美玲 出现在公共事业中 八 享受生活 发展兴趣 爱好 她一生都为革命事业操心不已 却从来没忘记享受生活 年轻时喜欢外出交友 年老了家里养个宠物作伴 常年阅读书刊 是宋美玲坚持的习惯 她每天必翻阅 纽约各大英文报纸 空前时就画国画 写毛笔字 因为研习绘画必须精神集中 杂念尽厨 心平气和 神意安稳 毅力病逝 感情抒发 使全身血气通畅 因此 体内各部分机能都得到调整 大脑的神经系统获得平衡 有效地促进了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